我一直以來想要用我激發 影響大家做的事情不是穿女裝 我不想說大家男生都穿女裝 男生都喜歡穿男裝 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想要讓大家 他們不管是穿衣服或是審美商 他們都是有選擇權的 這種平常穿衣服這麼無償的事情 可以做得這麼好玩 是我想要帶給大家的 我覺得就是從小看到這些新聞 連那麼明目張感的在一篇報導上面說 我爸爸媽媽不是事實的東西 我唯一最確信的是我自己版本 恩利是誰?哈利的弟弟嗎? 恩利是我 哈利也是我 Kerson也是我 小王妃也是我 我有非常多的稱呼 我現在也沒定下我最喜歡哪一個 但其實恩利是我的本名 盲山同學說想問你如何做到不在意別人的眼光 可能是因為從小在這種環境長大 只要亮多了你就會把東西看淡 我覺得就是從小看到這些新聞啊 可以那麼明目張感的在一篇報導上面說 我爸爸媽媽不是事實的東西 自從那開始我對外界評論就沒有那麼多的感受或想法 就像我剛剛說的你們是不是真的人我都不知道 我唯一最確信的是我自己版本的我 家瑜有給你時尚的影響嗎? 穿著上面 我覺得肯定是有的 我媽這種公主路線啊 我爸這種龐克搖滾路線 但是我覺得他們給我時尚的影響更大的地方就是 他們給我的就是 你不想要講得很油很膩一樣 就是他們給我的自由 很多人都會說不要給小男孩射壞吧 讓大家看了你不想穿女裝怎麼辦 我一直以來想要用我激發影響大家做的事情 不是穿女裝 不是想說大家 男生都穿女裝 男生都是喜歡穿男裝 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想要讓大家他們不管是穿衣服或是審美上 都是有選擇權的 這種平常穿衣服這麼無償的事情 可以做得這麼好玩 是我想要帶給大家的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說穿女裝是大家都該做的事情 不然就是覺得你的身體的生活 有些人連衣服都穿不了 你幸運到可以穿衣服的話 那為什麼不去享受時裝的美妙呢? 為什麼還要立這麼多規則 我們來問一下余晨慶先生 他有什麼問題想問我 嗨 拜拜 然後我現在在做Q&A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的話 我可以問我 嚇壞了 而且他要錄語音給我 1 2 3 哈利哥哥生日快樂 我的弟弟妹妹太可愛了啦 哈林大大沒有問題要問我 Love you guys 我會選擇一下 你沒看到他 誰會選擇 三個月 我會選擇 你應該會選擇 一名的